今天我看到网上的一个报道 NESA立护驻月球飞船突然4点47分钟 原因不响 有这么一个报道 然后后面的人家的留言 都是马克讽刺 都认为是造假 而且说造假太明显了 人家这样写 我看到飞点 我的飞船在走的时候 一根绳子拉着 一根绳子拉着 这个如果作为一个月球的话 月球的话 如果把这个看成是月球的话 如果把这个看成月球的话 那个就面对着月球的时刻 怎么也会让它 比一根绳子拉着一样 一根绳子拉着一样 一根绳子拉着一样 因为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那个 眼光都盯着那个时刻 都盯着飞船 要经济地靠着月球的那个画面 但是人家发现好像是 真的一根绳子拉着 不往前走了 不往前走了 靠不过去了 靠不过去了 一个 那不是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没靠上去 他们当机会的 关掉了摄像头 关掉了摄像头 然后 然后 经过紧急操作 到底怎么办以后 然后 然后就 关掉了 这47分钟以后 他们现身了 是绕月了 绕到月球那边去了 实际上 他们就像当年 1969年 根本没有 来登上月球 现身登上月球了 当然他们实现是 做好各种各样的 片子的 现在也是这样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做的准备工作 是现场的准备工作 万一出什么意外 或者什么的 他们各种各样都想好了 想好了以后 就用实现做好的节目 补上去就行了 反正人家也根本不知道 是真的假的 原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想靠越月球的时候 那个飞船被外星人的绳子 拉住了 拉住了 拉住了以后 怎么也靠不上去 如果时间长的话 就会被人家 就会被人家发现 就会被人家发现 就像在点选票的时候 你如果再紧下去的话 就是输了 赶紧把那个 点票就把它关掉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操作法 赶紧把 赶紧把那个摄像都关掉 然后实际上就僵持在那边 然后 而且感觉在半后退 一个人子拉住了 在半后退 所以他没办法了 只有把那个 这个摄像都关掉了 这事就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僵持在那边 没动 没有靠得过去 当然他们先称的事 是肉月了 肉月了 就偏偏那个外行人 外面的人 反正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内部的人 当然是知道了 内部的人 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是这么一回事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